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内容,环境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已经从小听到大对它有非常多的了解了, 所以我们今天更多的是来看一下社会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环境问题都有哪些呢? 我们一般把产业公害、高速交通公害、生活公害和地球环境公害成为四大公害。 具体来说呢,产业公害就是因为产业化的发展导致的大气啊,水质啊,还有土壤的污染。 那这些污染有时会导致一个地区爆发大范围的疾病, 比如日本在1953年到1960年之间,出现在雄本县水雨湾的水雨病, 日语叫做minamatabio, 就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呢,往水里面排放含有水银的工业废水, 导致了这个生活在水里的鱼呢,体内也积聚了非常非常多的拱。 那当地的人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疾病, 也就是一种,因为工业化导致了水质污染,水质污染又导致了生物污染, 最后由生物污染发展到人类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现在日本的社会学界呢,对于水雨湾的人们是如何走出那段恐怖的记忆的, 又是如何教育现在自己的后代们的,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在进行研究的, 以及因为现在日本人几乎提到这个地方, 首先就会提到这个疾病, 所以当地的人们也是在进行很多的努力, 想要让大家改变这种联想, 希望大家再提到水雨湾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这种イmeji, 而不是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公害病。 那关于他们这种イmeji-zikri的这种尝试呢, 也是有社会学家现在在进行观察和研究的。 四大公害的后面三个基本上都是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高速公路公害就是各种的噪音污染啊, 为气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等问题, 那生活公害就是我们用的洗洁精啊, 洗衣粉啊, 里面含有的有害物质, 包括生活噪音这样的问题。 地球环境问题呢, 也是我们大家从小就知道的这些臭氧层空洞啊, 全球变暖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和环境问题有关的理论。 首先第一个叫做被害构造论, 指的是公害问题直接影响到的呢, 可能是人体的健康。 但实际上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对人的伤害远远不止于身体上的健康, 而是会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政府不够迅速的对应啊, 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啊, 都有可能对被害者造成精神层面的伤害。 那庞大的医疗支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有病情较重的家庭成员的话呢, 他可能会丧失劳动能力, 最后导致整个家庭都陷入贫困。 那如果周围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和难处, 没有办法给他们适当的帮助的话, 也有可能会导致被害者社会关系的恶化。 那最终他们可能就再也无法正常地融入这个社会了。 被害构造论讲的就是这么一种理论。 然后是受益圈和受苦圈的理论, 比如建设公共设施可能会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便利, 但同时呢也会给另一部分人带来困扰。 比如说建一条铁路或者高速公路, 可能会方便一个城市的人们的出行, 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个公路或者铁路附近的人而言呢, 就可能会受到噪音啊或者环境污染的困扰。 那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那在一个国家, 受益圈和受苦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应的都是都市和地方。 比如我们都知道啊, 工厂基本上是不会建在大城市里面的, 一般都会建在城市以外的地方。 那么在大城市的人们享受这种便捷的现代生活的同时呢, 在小城市或者是再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呢, 就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困扰。 那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的话呢, 发达国家会把一些要耗费大量资源啊, 或者会造成较多环境污染的产业就放在发展中国家, 甚至有的时候会直接把电子垃圾这些 对环境污染非常大的东西就丢到发展中国家去掩埋或者进行处理, 会给当地人民的这个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受益圈和受苦圈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对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然后是一个概念叫做社会的困境, 就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来做出选择, 最终导致了所有人利益都受损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这个和心理学的囚徒困境的理论非常的像啊, 囚徒困境可能有同学听说过, 就是说有两个囚犯, 然后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进行审问。 那如果两个人都保持沉默, 拒绝认罪的话, 那就两个人一起复兴半年。 那如果两个人都认罪的话, 就一起复兴五年。 那如果其中一个人认罪, 而另一个人保持沉默的话, 认罪的人就当即获释, 沉默的人就一个人复兴十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两个人一起沉默的话, 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项, 这两个人都很好。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呢, 两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就比较倾向于自己认罪, 然后被直接放走, 留另一个人在这里服刑的这个选项。 因此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 两个人都认罪, 然后被一起关五年。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明明可以一起关半年, 然后一起被释放, 但是我们偏偏要选择一起被关五年这样子的选项。 比如说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 人们呢, 可以选择时速可能比较慢, 也不是那么的舒适, 但是非常环保的公共交通, 也可以选择非常快, 也非常舒适的私家车。 那么人们即使是知道选择公交车或者地铁更加的环保, 但是为了自己的舒适, 也就是自己的利益, 就更倾向于选择私家车出行, 也就是这个构造里面的第一条, 结果呢,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舒适选择用私家车出行, 就给道路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也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交通堵塞。 本来选择私家车呢, 是因为它方便快捷, 但是因为路上的车实在是太多了, 反而可能还没有每个人都用公共交通时候来得快, 而且不仅造成了交通拥堵, 大量的使用私家车呢, 也会造成当地这个空气环境的恶化, 大量的使用私家车也会造成当地空气质量的恶化。 这就是当每个人都倾向于选择那个比较利于自己的选项的时候, 最终导致每个人的利益都受损的社会的基地连马。